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be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上节课我们讲解了Linux环境搭建 可能在安装过程中有些问题 我在这地方再生命一下 我在讲课过程中说到我这边有一个免安装的过程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地址 百度用盘访问这个地址进行下载 里面是Hadobe Spark软件包 这个里面有两个软件 目前两个 我会在后续课程中运到什么都会上传在这个路线下 不需要密码就可以放了 那里面有一个VM10软件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首先安装这个软件 之后呢 下载这个VM专用CentOS 下载完以后呢 选择这个东西 CentOS.VMX 用虚拟机打开 我们演示一下 那这就是那个下载完整的结果 CentOS里面 选择这个东西 然后以右键打开 选择打开方式 选择虚拟机 前提是你安装了虚拟机 好 安装虚拟机打开以后呢 是这样子 然后它就这样子 然后打开以后 这个方式以后点开启此虚拟机 然后稍等片刻以后呢 就会变成这样子 打开这个Linux以后呢 它会让你输入账号密码 这地方也提供了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是root 密码是hadoop 然后输入以后呢 就会展现出我这个样子 好 环境搭建呢 就不多做介绍 那通过我刚才的这种演示呢 你就可以和我有一样的这种开发环境 Linux CentOS这种系统 接下来呢 我们使用一个工具 叫Xshell 这个工具呢 是用来连接 Linux 或者连接CentOS的一个工具 叫Xshell 那这个软件呢 我也会在一会儿分享给大家 那我把这个字体调大了一点 我们放大一下 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软件的一个简单使用 首先呢 我们先按照刚才我的一种方式呢 打开这个Linux以后呢 输入一个命令 if configure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去查看当前服务器这个Linux一个IP地址 Mac地址等信息 那这条IP地址是42.192.168.42.140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终端 这个Xshell去连接这个Linux 我们做一个演示 新建 先选择 再重来一遍 选择文件中的新建 然后这地方随便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我的虚拟机 Linux CenterOS 6.5 好 然后输入刚才我们 192.168.42.140 42.140 42.140 确定 确定 连接一下 装机以后呢 让你输入用户名 刚才我们说了用户名是root 这里我们选择记住用户名 然后点击确定 稍等以后呢 有个认证过程 这里地方就会弹出窗口 让你输入密码 密码 刚才说的是hadoop 是小写 这里选择记住密码 点确定 那这个时候呢 就进入我的虚拟界Linux CenterOS 6.5 这个时候呢 你就已经将客户端 连接到了这个Linux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课程了 那今天课程我们讲解什么呢 我们讲解Linux 长运命令 查看 删除编辑创建的呢 我们看一下长运的一些命令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命令 是一个点 点的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是当前路径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输入一个CD CD意思就是去哪里 好 我们去一个点 就是说到当前路径 看到没有 输入CD点的时候 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它的意思说 CD到哪里呢 到这个当前路径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光标 就是当前路径 我们再重新演示一遍 那查看当前我们的什么路径呢 我们用一个命令 那我在这地方也稍微备注一下 那查看当前路径 那查看当前路径 的命令是PWD 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在什么路径下PWD 回车啊 这个地方呢 我调一下字体 嗯 我就不调了 我们切换一下 这边已经调好了 这地方呢 那我们把这个先关掉 这两个是一个东西 好吧 那这地方字体小一点 可能看不到 我刚挑了一下命 这个字体大了 大了一点 我们重新来一下 CD点 当前路径 那我们看一下当前路径哪个呢 PWD 回车 当前我们是在root下面 我们在CD点看一下在哪里 回车 我现在看一下在哪里呢 PWD 发现我们还在root下面 这说明CD点是在当前路径 这地方有什么用处呢 比如说我们以后要执行一个事样 我们会执行一个本地的事样 就是说在当前路径执行一个事样 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sh 空格 点 杠 比如说一个start.sh 那我们回车以后呢 它就会执行当前路径下有个名字叫做start.sh 的一个事样 由于这地方呢 我们没有这个sh 事样 所以它会爆破说 你没有这个文件 破这个目录 好了 我们知道了这个命令以后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些命令 平凡切换有些慢 我们这样而做 下一个命令是点点 点点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意思说是上级路径 好 我们先进一个目录径 我们刚才出了CD是进入一个目录 好 我们先查看一下当前目录下有哪些文件 或者文件夹 有个命令叫ls 查看当前录下有什么目录 回车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录音下有这些目录 好 我们现在进到一个目录中 我们CD一下 后面跟它的路径 我们进去 我们进到这个 public 回车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当前录音下有 进到public里面 有哪些文件呢 ls一下 没有 那我们进一个有文件的 好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发现文件以后 我们是不是想做一个操作 说是我们回到上一集的目录 我们现在看一下当前路径是什么目录呢 pwd一下 现在的目录是root -下面的public 我们想回到上一集路径 就说 也就说root 怎么回去呢 用CD一下 然后点点 然后回车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当前路径在哪里呢 pwd 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回到了这个CD点点 就回到了上一个路径 就是说 这个路径到这个路径 好 到这个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波浪 波浪怎么打印出来呢 按住 好 我们先 再去一个路径下面 比如说 我们去这个music里面 cd music 这个时候呢 我输了一个mu 剩下的我想 我不输了 它能不能补齐呢 那这个时候有个小技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地方呢 有一个table table 是什么呢 就是shift 那个键 上面的上面 有一个table键 我们现在把 焦点放在这地方 按一下table键看一下 发现没有 它瞬间将这个单词 将这个单词补齐了 我们只是输入了一个mu 然后按个table键 它就将这个music全部补全了 我们来重新看一下 我们先按一个m 按一个table键看一下 它直接将music补全了 好 我们按一下回车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目录下有没有其他文件呢 ls一下 好也没有 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操作 我们进到了很多目录下 我们想回到一个根目录 什么是根目录呢 我们现在要讲一个波浪 就这个东西就代表根目录 那我们现在去这个目录怎么去呢 我们也是ct一下 空格波浪 波浪怎么打击出呢 按住shift键 然后再按住那个esc 就在左上角的一个退 退出键 下面的这个有个点有个波浪 按住shift键 再按这个点 那代表出来的就是一个波浪 然后我们现在按一下回车 那么看一下现在的什么路径呢 pwd 它就回到了一个根目录 那么.root 就是一个根目录 好 这是linicus文件系统的一个重要的说明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其他内容 好 这几个命令已经说完了 那我们先再看一下创建文件怎么创建呢 我们使用touch 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马开东 这个时候 在当前路径上 它已经创建成功了一个马开东的文件 我们ls一下查看一下 那在哪呢 找一下 在这地方呢创建了一个马开东文件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呢 我们会做一个查看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件有什么内容呢 查看的这个命令啊 使用的是 使用的是mo和cat 这地方 这地方呢 这地方呢 我们先看一下 cut命令 查看文件 它有什么效果 cut 刚才创建的马开东 回车 我们发现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创建这个文件啊 我们并没有给它指定内容 我们只是删成一个文件夹 其实它是空的 那我们怎么样去给这个文件夹 文件里面写上数据呢 我们首先不讲解其他方式 我们就以icon这个输出 作为一种文件的一个写入 好 我们试一下 我们用icon 它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输出 输出什么呢 我们加个引号 里面我们写一个字符 比如说 my name is 马开东 好 我们把这个内容写到刚才那个文件中 我们用一个管道符 它那有个大于号 到哪里去呢 马 好 这个时候我写了一个马 这地方我们先写个m 然后我们按table去看一下 它提示了两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是马开东 第二个是metast.db 那这个时候呢 补权的意义就非常大了 在按照table键的时候 它会提示你相匹配的 首字母m的所有的这个目录 好 我们现在再按个a 最后再按个table键 它就自动补权了马开东 那在这个切换目录 或者说是其他方面的这个文件查找的话 这个功能是非常自动补权的非常重要的 好 我们现在敲一个回车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将这个icon 这个这个输出的这个内容输出到写入到这个马开东这个文件中 我们敲一下回车 好写入成功 现在我们再用cat命令去看一下cat 马开东 那这个时候呢 我先不去看 我们看一下有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 那就是我们现在按一下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输出过cat马开东 那如何查看我们刚才输入过的那个马开东呢 我们现在按一下上键 记着我是按了方向键的上键一次 我们他输出了刚才我们输出的这个写文件的过程 我们再按一次 他会显示出cat马开东 也说上键呢 我们是可以查看历史我们输出的一些内容 好 现在我们跳下回车 就看到了我们刚才用这句话去输出的一个一句话 写到这个文件中 那就是My name is 马开东